经过一天攀布找人 登山好手肖天忆一早清洗装备 他的搭档洪华骏已经先回台北 因为顺利找到副院长 他们也成为200万的赏金得主 我们这次攀登当然也损坏了不少装备 因为经历了这么长的路线 那当然我们会做一些补充智慧的 装备升级还有就是攀登的准备用途这样子 应该是类似这样的 因为昨天问了我我也没有什么想法 回想16号早上7点多到山区展开救人任务 攀布固定上下攀岩 累积五年的攀登经验 都是以攀登跟向导为主 救援还是第一次 肖天忆说靠的还有团队的登山默契 家属的信任也很重要 我觉得他知道我们虽然只有两个人 可是他却愿意让我们去承担一些 比较困难地形的搜索 我觉得我要尊重他的一个 登山搜救的一个经验 所以还是他昨天规划的路线 结果我们想到说 找到副院长对家属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 搜救团队一一下山 家属对着支援英雄们拍手鞠躬不断道谢 能找到人真的不容易 目前被送到医院的副院长 将由神经 胸腔和整形外科 组成的医疗团队开刀治疗 家属说好要给的200万悬赏奖金 也将汇款给两个人户头 肖天忆欣然接受奖金 将会用来添购登山装备 对他来说 这次能用登山经验来救人 比什么都更有意义 记者张春华 邓明林智慧SG小组 评订阅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报导